大家好,我是我 我想首先介紹一下自己本人 我叫鄧宇珍 就是英科院裡面的其中一個部門的熟家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Guel Learning 聯邦學習這個新的技術 今天我想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聯邦學習 其實它的英文名叫做 Guel Learning 這是一個新型的 新型的新型 但是在介紹這個之前 簡單介紹一下應科院是什麼地方 其實香港應科院 是香港政府創新科技術學校 最大的其中一家 IRED Center 其中最大的科研機構 就是我們擁有的 Guel Learning 學士 學士 就超過13個學生 其實過往我們 Guel Learning 也有超過1000個學生 在業界裡的成績非常之不錯 好 而我們在英科裡面會接觸到不同的產業的成績 大學 大學 政府學門 其他 IRED Center 還有 Sataport Science 都 我們有不同類型的合作 而我們 我們身處 平均一個學門 在英科裡面 都不同 我們牽涉做的 不同的環境也有很多 其中 就是 Science 例如 Fortrain 直去壞股 這方面 我們也有很多 而 在我自己的環境裡面 我們最主要 曾經 推出過的一些 產博 或者推出過市場 其中一個不同的部分 例如 手寫 色別 業務間的色別 這些方面 我們也有在整個產業界裡面 成功過河 例如 我們幫助 創生科技署 Final Service 警署 司法署 還有一些保鏈公司都有 經營成功方面的技術 過往 我們也有 網紅的獎項 這個 內亞的獎項 香港 管理的獎項 我們也有拿過 而我們還有 做過一些 技術的轉移 例如 我們幫過 保鏈業 有一些 的 用AI的技術 可以去 適別到一些 一些 的 設計 也都有 我們做這方面的 技術 當然 其實我們還有 一個 適別的 我們有些 表格 例如 稅稿 電話 那張表格 AR60 這些都可以 我簡單 首先 在介紹 這個 之前 我首先介紹 究竟 人工智能 AI 發展的進程 其實我想大家都聽到很多 關鍵AI 或者 酸漾 可能 對 看這方面 接觸多的 朋友仔 可能會知道 很多的 可能有些 學習 深度 學習 這些都非常 有名的 這些 那可能 大家會比較 更加深 少少 那原因 因為 其實你看回 這個時間 才能做 會見到一件 原來 其實A 都已經差不多 七十五年 就是 這些 基本上 是 對於 工智能 不同的技術 在80年代 已經開始 蓬勃 而 到了 大概 十年前 深度 學習 其實 發展得非常 不錯 對於 今時 今天 其實 有很多空間在發展 但是 一路一層一層 進去 其實 最 近代 這幾年之間 其實 最早出現的 就是 最近代 比較新的 就是 聯邦學習 那聯邦學習 為什麼會是 一個新的 趨勢 那 為什麼會是 一樣 在一起 介紹一個得性 的時候 你就可能 解釋多一點 你就會知道 哇 真的非常難 但是在這個 方向 簡單介紹之前 其實我們再深入 再解釋一下 AI的進程 其實 剛才 1950年代 開始 已經 有一些 想嘗試去 理解 AI 或者發展 但是當然 已經有電腦 才開始發展 那 而電腦 一路上程 去發展的話 可能會 某個階段 就是 要去到 深入學習 比如說 其實電腦 那個複雜程度 要更加厲害 所以 在硬件上面 也有 配合 才能 做這些 而在 醫療方面 會看到 這些應用技術 不斷不斷 持續的 其實 這個 就是 IPM的方向的技術 還有一些 Q&A的 那 去發展的良業 跟FPA 的 發展 的 發展 這些其實 都是一個 藉著 AI的技術 的發展 會幫助人 那 那 好啦 其實要講 去到 進程 我們要講 機器 的時候 為什麼會 發展會變化得這麼大 我想其實 另一件事 要說的就是 資料 大數據 可能大家都聽過 很多大數據 這件事 其實大數據 是 侵涉的是什麼 就是 把大量的數據 放在一起 就是 但是 為什麼 其實 機械學習 其實 或者AI技術 其實 在 現代的進步 來說 大數據 這方面的 技術 的 幫助 其實非常之重要 因為如果 沒有了 這個大數據的 支援 其實 很多的 其實 很難去 發揮 就是 其實 現在 在現代 我們需要有大的 數據 分析 從數據上的分析 我們可以拿到一些 資訊 而可以做到一些 去預計將會發生什麼事 當然 提到大數據 其實 可能大家也要擔心 究竟 這些數據哪裡來 這些數據 來得到 和應用的方法 我想大家都需要考慮 因為其實可能大家 生活上面 你們自己本身的 將一些 資訊 這些數據 其實都已經 可能被人收窄 在你 不知德國資金已經 收窄 而成為了 一些公司裏面的大數據 再進入 給別人 用來做分析 那可能其實 在藝莊 一些不同的APP 或者你在一些 對銀行的 條件一面 不同的地方 當你按一按一按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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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已經將 你的行方 這些數據 供給其他的 機構 那所以 當你牽涉個人資料的時候 你就開始要 擔心一個 理責任 其他的 私隱 那麼 其實 香港私隱公園專署 當個人資料 私隱 專業公署 其實 他在這一方面 就 提出了 指引 道德上的指引 其實這一部分 就在去年的 2021 Propage的一份指引 其中裏面 他有很多 很多資訊 在裏面 大家都直接去查一下 看看 究竟他引導 究竟人工智能在這方面的發展 或者香港的業界人的發展的時候 他提出了 對應的指引 其中 相對於個人 私隱的方面 在AI的英文 他提出一個很重點一個 其中一個一點就是 要採用聯邦 聯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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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可以幫助到 他人工指引 的 模型的訓練 但是 可以 避免到 不需要分析 搜尋 那 為什麼可以做得到呢 其實我一陣子就 循環介紹 而我們 應科 其實這裡 基本上 正中間 就是我們的 CEO 那麼 我們都很大力去推動 Bititit Learning 聯合學習 如何可以在 這個工智能 在這個 AI的技術上面的層面 而能夠保護到個人私隱 那如果我要講 Bitit Learning的話 那技術 我想 最容易去講的一件 可能大家也會觸觸到的 可能是 單方超過 也有很一定量的人 都在用 Android 這個 整個 手機的 那 其實 如果大家有用這個手機的話 或者會來打英文 或者打英文字的時候 那 我想 大家一定 都牽涉到 這個Bitit Learning 有機會牽涉到 在裡面 那其實2016年開始 最早出現的 G Keyboard 就是Google Keyboard 裡面 其實已經是應用 最早出現的一個 應用 也是最大規模的應用 這個Bitit Learning 那這個Bit Learning 它怎麼應用呢 Google怎麼應用 其實 就是你每一個人 裡面 你打字的習慣 他已經記錄了 一個打字的習慣 而幫你去做 其實你每次 做完制之後 你打用的機密 你發覺你自己 幫他做回合 之後 其實你已經幫他 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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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告訴他 那個打字的方式 正確打法 正確輸出 output 是甚麼 而這些資訊 就會記錄了 在你的手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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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了這些資訊之後 其實它就會 在你適機之一 和適機 在你到你夜晚睡覺的時候 它就會拿回 你曾經記錄了你的資訊出來 對 不過你放心 他承諾了 是可以傳送 人家來公司 但是我們會借助 在你的手機上 去訓練 去訓練那個 那個模特兒訓練好之後 其實就會改善了 一些同時打字的效果 所以可能他訓練完 之後 在第二天 你會發覺他認字 從你打錯的時候 他認錯的 你打對的認錯 以你的風格 打錯的字 他昨天認錯 這樣就不會發覺 原因是因為 他已經做了一個 訓練 在夜晚的時候 那這些資訊 他訓練了之後 不僅是你自己的動作 其實當他訓練了一段時間之後 這些 訓練了一個模型 這個機器 就是模型 他就會傳送上去 他們中央那裡 再做中央的處理 做中央的處理 做中央的處理 周而復始 處理完的模型 之後 他就會在 進行裝 放回你的手機 那裡 經過更新之後 就會放回你的手機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有參與 整個模型 而你的訊息 去保證 他們的訓練 把你打過的字 傳送上去 那這個也是最大的規模 其實到現在都有 好 好 那麼 Fetter Learning 那個目標 就是 如果你剛才也聽過 詳細聽過 我講解的話 我想你一定會 原來你所打的數據 你記錄了你打字的習慣 還有你更改去打字 認錯了的字 這些數據 它是沒有傳輸到上去 Google那裡 而在 拿走的 是什麼呢 拿走的那個模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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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相對小了 所以如果你周而復始 不斷在記錄 你每個字都記錄的話 其實那個資訊量很大 大得非常之厲害 那麼 其實是不需要傳輸的 那麼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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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算好呢 那其實 Fetter Learning的原意 是 怎麼去處理 其實現在 在這張圖上 我就可以 很簡單 介紹一下 就是 我以這個 作為一個景點 好像現在這裡有 三塊田 在這裡 這三塊田 ABC 三塊田 這三塊田 都是種了不同的草 那 那些草 可能是對 某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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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我們 有些羊 搬到羊 是很小的 那 你要 放羊 在不同的地方 去吃草 那 是很容易的 但是 如果你 要把整個草原 搬到一個地方 再集中去處理 那個過程很複雜 也很快 那 對應你來說 也牽涉了一些 擁有權的問題 因為其實 是 公司A 他擁有這塊地 公司B 他擁有這塊地 那這些數據 這些 這個地 其實是不適合他搬到的 那 為了要能夠保持在這裡 其實 聯邦學習的過程 好像很簡單 我派 我給這隻羊 去不同的地方吃草 啊 那 就會學會了不同的東西 適應了不同的草 令到牆位都適應了不同的草 那 所以 他去完這間公司吃 就去同這間公司吃 吃完之後 到最後我們 當中就會有一個 隻羊 牆位就會適應到不同 公司的 不同 草藥種出來的草 那 只要他去學習不同的東西 那所以 其實就是 過往來說 一直 我們都需要把所有不同的數據 集中在一起 就是 很散亂 很細小的數據 加起來 變成了 大數據 然後才開始去做 而 新的技術 可以明白嗎 變相就是 我不再需要有這些東西發生 數據繼續是留在 不同的數據擁有者的手上 而 將這些數據 我們反而把模型 放在不同的數據 右方 去訓練 去適應他們本身的數據 進而 我們之後 集中在一起 去將那個模型 去變成 合在一起 那 這個就是整個聯邦學習的 概念在這裏 如果過程 再由一些 大人 再去看清楚一點的話 傳統 AI技術 就是 好像左手的那張圖 左手的那張圖 首先 有人幫忙去收集數據 進而 將數據 去設定 究竟是 好啊 壞啊 去設定 然後就開始做一個 訓練 訓練完之後 我無人就可以做幾個班 轉頭做 做篩水等等 所以 周而復始不斷 在做這個AI技術 好了 到了 下一步的時候 其實 比較新一些的技術 就是說 我們叫做 Transfer Learning 學的時候 那個Model 的Trimming 那個 學習的過程 這是 轉移 他就借助其他地方 學過的東西 放在這裡 就是他可以學過英文的 他去看英文的 那可能幫助他 我訓練他 學英文的 學中文或者 那不同類型的可以 產生他們的學習 提高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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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定性 但是去到 聯合學就不一樣了 其實是 Trimming的數據 不需要手授在一起 所以 訓練的過程當中 已經是落機在不同的地方 去發生的 只不過是到時候 到後 我們會將一些 維持 去做一個更新 一個大的數據 更新完之後 我們就會重新 在Trimming的地方 再重新 在Trimming的地方 所以那個循環 是繼續 提高的 發生的 只不過 那個數據不需要 就要搜集在一起 那如果 剛才提到過 很多不同類型的數據 那我們 可以再怎麼去理解 我擁有不同的數據 當中 加上資訊 再怎麼去處理 那 首先 這個 是最 最通常的 正正就是 康斯 就像Google那樣的情況 其實是 有不同的公司 或者不同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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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搜集不同的 數據 但是 在橫向這裡 就是數據的資訊 代表的意思 所以 純值 就是 數據 有幾多 所以 多一個人 或者多一千個人 就比較高 但是 如果搜集的數據 都是 可能是性別 人名 他們的年紀 這些信息 只不過是一路達高 就不會弄 因為沒有多數據 到內人 所以這裡有很多數據 路面 橫在這裡 而大家都是共通 有一堆 一樣的數據 內型的人 那就可以一起查 那跟剛才 Google Keyboard 一樣 Google Keyboard 這是第一次的 那所以 內容這些資訊 就可以去進入了一個網 在這裡 那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這個 但是當有些情況 數據方提供的數據 和另一間公司提供的數據 是 不是在這個方向的那個例子 為什麼不是在這個方向的呢 也就是說 可能 這個數據 提供方 是一間 銀行的位置 他有一些資訊就是 一個人 某個客戶的交易領域 可能大家 可能拿回自己的 銀行的 月結單 在這個月結單 可能大家都看到 他基本上差不多 可能你會看到 你的平衡 就是 你 開市 每個月的 開市 有多少錢 從這個月結單 你收到多少錢 在裡面 還有你的 住資證盈 資訊 這些東西 是 可以搜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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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但是可能 另一個就是 你可能用 其他的 服務 叫外賣 服務 叫外賣 服務 會存在很多 任何資訊 但是有一些 任何資訊 可能 你 什麼時候會 不懂得 你多好叫外賣 你叫外賣 有多少錢 每一次 下單 每一次叫多少次 那這些信息 可以搜集公司 另一些資訊 這些資訊 剛才 銀行 所搜集的資訊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看下去沒有錢 但是有關係的 什麼地方 有關係的 就是 同一個人去 去調 就是說 這個是同一個人的地方 同一個人 去自己的 鄧羅玉鐵丹的紀錄 還有 他曾經叫外賣 過往的紀錄的習慣 這些資訊 就橫向性 可以共通 那 而 利用這些 那 好像 風貌 何不相合的 資訊 而我們 都可以做一個 宣傳 這個 就是我們 叫做 有什麼 剛才說的 就是國務三行 大家在拿的 方向 拿的數據 完全是一樣的 而引申另一件事 剛才我已經提及過 原來銀行有的 銀行有的銀行 信息 而另一間叫外賣APP 的 收集的 就是另一類的信息 那那類信息 可不可以拿一塊去做 清明 剛才我剛才的 關鍵就已經發了 那 而這件事 正正 我們叫做 添加的 Data 的 替代數據 我們叫做 替代數據 那這些替代數據 為何會幫忙 因為有時候 銀行自己 或者是 數據 想 應用方 他發覺他自己 是沒有 對應這些數據 那 和他拿入 這些數據 那 而在 2020年的時候 我們都 推出了 跟香港金融管理局 合作 我們都推出了 一份 white data 那 這份 white data 就是正正 握替了 authentic data 替代數據 怎樣可以幫到 中小企 他們 去把他們自己 幫中小企 去評分 幫助中小企 去評分 怎麽來之 幫中小企 去評分 我想相信大家都 可能會 理解到 一件事 或者你們自己 可能都有 那時候 試過去借貸的話 你都會發現 銀行 要拿很多 過往的 個人 的 credit information 可能會問 TU 過往的 那個 item 的 information 那才會 決定他借貸 而中小企 那個當然 有那麽多 有那麽多的紀錄 所以中小企 如果要去問問 他借貸的話 其實是一個 非常地問問的 這個過程 到最後 可能很多 中小企 的老闆 要按照自己 炒口 套現 才能夠 可以去 拿到錢 的周固 這個 在整個疫情 裡面 過往 我們過往的景點 在 COVID-19 這個 新冠病 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情況下 其實大家都面對著 不同的 可能 財務債費 有機會 那 正正 中小企 是首當其中的 而香港 折的中小企 的公司 比率是非常之高的 他們也都 牽涉我們的香港 的老闆 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如果 中小企 受到影響 在疫情 或者其他 因素 還未能夠 有足夠的資金 去做週券的話 也都很 對他們的打擊 非常之大 那所以我們 根本就做了 我們分析究竟 交替代數據 有沒有 可以幫到手 那其實 Evom paper 跟我們實習了 就可以幫到手 所以 我們就 希望 可以幫到小企 借助 credit learning 這些技術 當他需要有錢 去周轉的時候 那 他其實去到銀行 他做了借卡的時候 銀行過往 是要查 查其他 credit information 但是金錢已經可以不需要 借助這個技術 的話 他可以去問一些其他 可能 如果是關於 餐人的營業 可能可以問 OpenVis 去拿他的評分 或者他過往的公司的買賣 電力記錄 交易的記錄 是否平板 他有沒有運貨 這些分數 拿回來之後 其實就可以重新去評估一下 究竟這間公司的狀態 是怎樣 特別健康 他的財務 其實這間公司的發展 原來很有情力 那麼銀行就可以 繼續 接受 再不是 只是看過往 究竟他有沒有 從路上的 優勢 而是 反而是看他業務上的資訊 更加穩健地去做這個 所以 我們其實 有一個系統 有一個 提供 去 借助這方面的技術 利用著 alternated data 再加上 這個 baked learning 兩樣加上 我們可以幫助好 整個金融體系 去提供 提供 提供 中小提 那個借貸的難度 他的業務的方向是怎樣的 可不可以 是不是能夠呢 你不只可以借錢給你呢 可以幫到他周主 那我們可以借助這個 平均的錢 那我剛才說的都是可能比較 資金的平均 那其實 尊二 另一件事就是 那 大家可能都 失敗 沒辦法的 都有機會要去醫生 那 medical data 醫療數據 又如何呢 其實醫療數據 也都有一個存在的問題 不同的醫療 會是搜集了不同的資料之後 他們都 都未必能夠去拿出來 去分享 因為其中 法例上也都有很多私隱的條款 他們 不能夠那麼容易直接拿這些數據 去訓練一些AI的模型 這些AI的模型 去幫忙去做一些prediction 去預計一些 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那所以呢 那大家只能夠做到很小的scale data 還有 有偏向性 因為不同的機構 只能夠掃集 做一些 他們能夠收集的資料 有些可能 他們沒有說 涉足到那些資訊 他們沒有說得到的 那所以 有一個 偏見在這個數據上 那我們怎麼可以處理這些呢 那其實 如果正正利用 聯邦學習這個技術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不同的數據 不需要 離開他們的 數據 只需要把他們的模型拿出來 所以 就可以做到這個 一個 的 不同的步驟 不同的機構 去做一個 AI的調整 那 而另一個 的 使用 一個 一個 用例 我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其實這個是 2020年發生的 就是 這個 非常大的 一個合作 那其實就是 正正在醫療 醫療體系上面 一個 大的突破 那其實這個 我想 可能大家都會有印象 在醫療的時候 當這個 這個 新冠病毒 在 美國 或者全世界 發展得很 發展得非常厲害的時候 受影響的人 非常之多 那 開始出現的 就是 不夠用力的 不夠用力 因為很多 需要 高級機 不夠用力 那不夠用力的 那怎麼辦呢 那 其實 在這個 這個 項目裡面 就是 這類型的 製作了 20個 不同的 機構 20個不同的機構 在八個國家裡面 進行到 這個 這麼大的 工作 他們製作了 不同的醫生 在 這20個機構裡面 照的 對病人 照的 X光片 肺部X光片 利用 深度學習 聯邦學習的技術 再加上深度學習的技術 去 預測一下 究竟 這個 病人 他有 幾時 會有需要 呼吸器 呼吸器 需要幾時 要幾多 這些 訊息 給到 檢方 其實 如果當這個病人 做完這些 檢測之後 已經能夠預算到 究竟他是不是 需要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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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的模型 非常有用 因為他可以 幫到 這個 計算一下 警方 是不是 會 一個 流程上面 對這個機器的運作 可以怎麼幫忙 所以這個是一個 非常之 成功的 一個 項目 去到 將來 其實 聯邦學習 和 莫村 可以幫到 不同的機構 因為其實 在右手邊 你會見到 這個 經驗學習 在不同的工業的應用上 不同的範疇 裡面 佔頁 其實 你會見到 有很多 不同的行業 其實 他們 暫時來說 的應用 都不太廣泛 其實有很多空間 可以借助 Fundering 其實 有很多 不同的地方 為什麼不能用到 機器 我想最大的 結果 當他們的數據 牽涉到私人數據 牽涉到私人的時候 其實機器 這個技術 這上面 就可能會受到 制裁 那 其實能夠借助 Fundering 一些新的技術 我們就可以幫到 他們 去推廣 在那方面的 應用 而他們的 應用能量廣泛 其實 我絕對相信 是得機器一定是 廣泛的事物 差不多到最後的時候 我都想再 提到 一件 就是 其實 面對應用 一些 深度學習 或者機器學習 AI 智能方面 這些技術的時候 這些都是一些 新的技術 其實也都在我們 生活上面 息息相關的 其實都接觸 我們基本上很難 避免都接觸到 這些現場的 力氣 但是我們怎麼可以 在商業層面 去推廣到這件事 而去令到市民 受眾 可以得到的 基礎呢 其實就是 要怎麼 去配合整個 構造 我們怎麼有一些 很穩健的 商業的模式 而令到商業 或者 不同的機構 可以去推廣 這件事 雖然就是 如何處理到 數據 以前 不能夠 接觸到的 不能夠 接觸到的 數據 可以 可以 大家可以去處理 當然 人才的 互分 時間的 考慮 和金錢上面 有沒有能夠 能夠可以 負擔得到 這些方面的技術 出來的結果 需要大家 去 一路繼續去推廣 那到這裡 我首先 謝謝大家